我感谢你们 也向你表达歉 韩国瑜 你自己加油 我没有办法陪你了 谢谢 今天到立法院来开会质询 刚刚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的遗憾 因为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可以买八九千亿的股票 今天法院做这样的一个裁定 我们还是尊重 也会面对 在这里对所有过去一路 栽培我的花莲相亲 以及所有关心我的全国的好朋友 还有我的家人 坤其要深表感谢 谢谢你们一度的培育 让我能够强而有力的 来接受地方 为地方来发声 今天 不管是前世今生的 我想 我都会面对 我们也希望 政治的事情 政治的事情 不要再纠缠下去 傅坤其 不会被打倒 我们对乡亲的服务 也绝对不会打烊 再一次啊 对所有在人生过程当中 来支持我 培育我的相亲 以及所有来自全国的好朋友 还有我的家人 来表达歉意跟感谢 我感谢你们 也向你表达歉意 好 各位好朋友 我们一定会再见 谢谢你们 因为这个部分 可能还会是造流的部分 会不会觉得很危险 附坤其 不会领任何的薪资 这是非常的明确 皮便是国家 有几缝 我们都会把他卷出去 对于所有我的好朋友 感到歉意 也谢谢你们 韩国瑜 你自己加油 我没有办法陪你了 谢谢 是觉得这是政治迫害吗 是因为当初挺韩的关系吗 谢谢 谢谢